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攻略是來自於這本 這本書叫做 咖啡沖煮的科學 是最近大家討論度很高的一本書 那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 算是一個咖啡圈的大神吧 叫史考特拉奧 Scott Rao 然後這本書其實它的時間是比較久一點點 當初在撰寫的時候 已經大理現在已經有快10年了吧 所以裡面很多觀念還是比較不是這麼新 但是有一些萃取的原則方面還是覺得不錯 所以學長就把其中幾個重點提煉出來 然後同時它裡面有一章節是專門在講手沖的 它有一些手沖的建議步驟 我就把他覺得重要的幾個三大重點 跟手沖步驟結合在一起 做成了一個版本就是學長的理解版 所以到底是不是跟原作者是一樣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盡量的接近了 所以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 那它的重點有分為三大項 第一項是他希望在第一段給水的時候 粉都能夠盡量的都要吃飽水 不要讓有一些結塊的咖啡粉就沒有吃到水 所以剛開始第一段的時候 他必須用攪拌棒的方式 讓粉成都吃到水 OK 所以這一點就有點會 整個手法看起來有點像是攪拌法 這是第一點的重點 那第二點重點就是 它香濾杯裡面的溫度都能拉的比較高 能夠到穩定的狀況 所以剛開始給水的溫度我會拉的很高 大約是97到98度 並且多次的給水 讓它的濾杯的溫度 能維持在一定的溫度 就是以免說一次給水的時間給下去以後 它在給水過程之中 它在斷水過程之中 不是給水 它在斷水過程之中 濾杯溫度有下降 所以它會有分四次斷水 除了第一次給水攪拌 後面會分四次斷水 讓每一段的濾杯裡面的溫度 都可以適度的拉高 所以我把萃取率拉得比較高 第三個部分也是一個比較 台灣的手沖玩家比較不能理解的 就是它不喜歡說 我的濾杯上面會掛粉牆 它覺得粉牆掛到你的濾杯上面 然後你之後給水的時候 你的水可能不會淹到上面的粉 那上面的粉就等於沒有萃取到 而且它覺得這件事情本身是很沒有道理的 那這件事情是否正確呢 當然我覺得可能雙方都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反正是它的手法呢 我就尊重 所以呢 它希望說 我在斷水過程之中 每一次斷水的量呢 都不能讓我的粉牆掛在上面 所以呢每一次給水的過程之中呢 我都要淹過上一次的粉牆 而且最後一次給水呢 我還要把粉牆的粉 要用攪拌的方式呢 讓它落在粉杯裡面 就等於說最後結束的時候呢 是不能有粉牆的 所以我這個三大考量以後呢 然後包括它自己的建議的結構 所以學長就研發出了一個 自己理解的版本的充足方式 那我先講結論 我們待會就來做示範 喝起來的風味呢 其實還是不錯的 很飽滿 因為它是一個很重視均勻度的人 所以呢 確實風味蠻飽滿的 但是層次感呢 可能跟一些我們傳統的手法 譬如說點滴法 或是推本法比較起來 它層次感就沒有那麼顯著 但是 確實喝起來是飽滿度不錯啦 所以大家可以來嘗試看看 當然當然 其實最重要的是 這些手法本身 並不是只有一定的嘛 譬如說它認為說 綠杯水溫的問題 或者是說 它認為說 粉牆不要掛在粉杯上的問題 這些都可以讓我們去思考 是不是我們的手法 藉由這樣的一些小提點 是不是可以結合啊 或者說可以避免一些問題 那才是我們的重點 所以今天這個 學長這個影片 他是泡在影域 讓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說 別的作者 別的大神 他們用什麼樣的方法 去詮釋他的咖啡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吸納成我自己的元素 OK 好 所以我們就馬上就開始來做測試了 那首先呢 我們研磨度 好 我已經磨好豆子了 研磨度一般來說 我會建議大家 比你平常使用的研磨度 再稍微細一點點 譬如說 如果你平常小富士使用5 你可以用4.5 或是你的小飛馬使用5.5 你可以用5 稍微細一點點 因為這個沖法本身它沒有悶蒸 然後它整個沖煮時間蠻快的 所以我建議說 可以 稍微研磨度細一點點 那當然 因為它本身萃取率很高 所以如果你研磨得比較細一點點 但是你發覺說 有點爆掉了 那你就調回正常值 我自己經驗上面覺得 稍微細一點點 會比較好喝 OK 然後呢 記得要攪拌棒 準備一個攪拌棒 當然你可以用湯匙 用湯匙也是可以的 因為 湯匙 其實原作者在書裡面就是用湯匙 那 學長剛好有攪拌棒 我攪拌棒兩個都可以 因為攪拌的要求並不是特別高 只是 重點是要讓粉吃到水 或者是讓 扒在粉壁上的粉 能夠把它撈下來 所以 要求不是很大 所以你有湯匙或攪拌棒都是可以的 OK 那電子秤是一定要的 因為它這個要求 給水的要求是比較高的 所以 電子秤應該是絕對必要的 那咖啡粉呢 我用20克 那我的目標水量是344 就給344CC 所以我的粉水比是1-17.2 這個呢 也跟 書中的要求是比較接近的 大概是 它就要求17點多一點點 所以 這個是差不多的 那這是為了讓我待會兒充足 比較可以整齣 所以 我就用1-17.2 344CC 好 那水溫 初始溫度 會給到97度 97度 但是因為 我給完以後 我的溫控股 不會放回我的 加熱底座上面 所以它溫度一定是會 略微的下降 但是 應該整體溫度都會比較高 所以這也是 符合作者它的需求 OK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使用的濾杯是 哈利歐的老研尼濾杯 好 好 三養的濾紙 然後呢 如果你希望 它整體濾杯的溫度 拉的比較高的話 我建議大家 可以先 先過一下水 因為這樣子可以符合作者它的需求 就是讓你的濾杯 稍微維持一個溫度 至少它剛開始降溫的時候 不會降的那麼的快 好 稍微 過一下濾杯 我平常是不太喜歡洗濾紙的 但是為了符合作者的需求 所以呢 我們這次呢 就是比較 盡量符合 OK 然後呢 洗完濾紙以後 馬上要給粉 要不然等一下濾杯溫度又降了 所以我們就稍微 快一點點 動作快一點點 好 20克的粉 把它拍平 然後呢把你的攪拌棒 抓在手上 所以是馬上要開始 第一段40CC的水 好 時間按下去 40CC 好 好 趕快給 也不用緊張 因為它的目標是 讓我的粉都均勻吃到水 對齁 40多了一點點也沒關係齁 然後攪拌的過程之中呢 記得盡量讓每個粉呢 都吃到 都吃到水 它是重點 所以你下半部的部分 一定要攪到齁 那差不多 都有吃到水就可以了齁 不用 不用 不用讓它 攪拌太劇烈 然後呢每一段大概是76CC OK 然後就均勻的給水就好齁 你不用太煩惱齁 76CC 大概是116 布水的部分呢 不用太麻煩齁 就 均勻的內外圈給水就好 然後大概水流掉 大概二分之一的時候 再給第二次 也是76CC 好 然後呢不要讓它流到太光齁 因為流到太光的時候 你的粉牆會掛在你的杯壁上齁 差不多這樣 留掉一半的時候呢 再給76 好 這樣一百 180 190左右 76 190 好 均勻的給就好齁 190 191 OK 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次 每一次的給水呢 都不會讓我的粉牆外露 這是做的 它覺得很重要的 那我就根據它的需求來做 OK 好 可以看到 大概留掉二分之一左右的時候呢 再給下一段 好 這一次給76 266左右 好 給 中間 順順給就好了齁 就是讓粉牆都吃得到 276 好 好 276.9 好 好 那粉牆都不會外露齁 然後最後是344 然後344這一段 特別注意喔 你要把你的攪拌棒 準備拿在手上 因為一給完水以後 要稍微用你的攪拌棒 讓你外牆上面的粉呢 能夠把它剝下來齁 好 這一段呢 是要一點點時間 要趕一點點 好最後一段了齁 到 76 到344 好 一樣順順的給 344 OK 多了3CC 好沒關係 然後呢 稍微輕輕的 把你的外牆的粉 把它撈掉齁 稍微這樣子 讓外牆的粉呢 能夠吃到粉裡面 待會你的外牆 OK 不用攪太多齁 不用攪太多 目的不在於攪拌 是希望它外牆的粉能夠 不要扒在粉牆上面齁 對 好 那最終的 粉的樣貌呢 可能就會 長得比較像是一個 像這樣子 小小的平 但是中間高一點點的這種狀態 然後粉牆上面呢 盡量 濾杯上面是 不要有粉牆的齁 這種泡泡都是可以齁 因為這種泡泡不是粉在上面 所以我可以看一下那個 那個我們的粉牆最終的狀態齁 可以看到 粉面基本上是平的 然後呢 外牆上面沒有沾什麼粉 就是一點點那個 咖啡泡泡而已齁 那這就是符合 比較符合作者的希望 因為作者希望說 粉牆上面不要扒太多 然後整個濾杯的溫度 因為我們從頭到尾都是用高溫 所以我們應該是 溫度也是把握得比較好的 好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來吃喝喝看了齁 好 完整度 完整度確實是還蠻豐沛的 也蠻圓潤的 甜度也蠻高的 其實這個手法本身呢 是蠻好喝的 我相信如果你喜歡喝圓潤度的人來說 你會覺得這個手法本身 欸真的 完成度還是蠻高的 畢竟 它的沖煮本身 就是 是有邏輯的 那 再搭配學長我和自己的經驗齁 自己的沖煮經驗 覺得這樣子沖起來比較順暢 所以呢 這兩個搭配起來呢 這個手法本身 欸覺得還是蠻完整的 但是 可能跟你平常喜歡喝的那個層次感 會有一點點落差啦 但是沒有關係嘛 我們喝手沖咖啡就是 喝喝看各式各樣的風格 那可以了解一下說 欸這個 史考特拉奧 它對於咖啡的呈現 是不是覺得 欸這樣是比較完整的 那是否對於你的 平常的咖啡 是會有互補的呢 如果你覺得 欸真的還不錯的話呢 那就 可以來試試看齁 這個手法也不難 而且呢 剛剛的步驟應該都說得很清楚了吧 那當然中間一點點 幾CC的誤差 其實我真的覺得 影響不大啦 就是盡量 每一段都能夠平均就好了 那幾個步驟 有做到就可以了 那 蠻好玩的齁 那這本書呢 咖啡沖煮的科學 除了那個 手沖的部分 當然也有提到 塞翁啊 有提到法國鴨啊 那它的其實觀念方面 其實每一種器材的觀念上面 都有點類似的部分 就是它不希望 有太多的氣泡膨脹 或者是說 有太多的粉牆掛在 沒有萃取到的部分 就是它的大忌齁 所以呢 都可以互相解禁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的話 我們再考慮說 其他器材 我們也來做做看 不同的版本 那如果大家喜歡看的話 可以留言 或是按讚 或是分享 來支持一下我們的影片 那學長知道說 大家很喜歡這個手把 我就再來做第二集 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為止囉 那歡迎大家支持這本書 或者是說 去試試看這個沖法 其實都非常的棒喔 好 那就說到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